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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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乐意分享遇到的问题啊 或者是一些的这些刑法 就很像是一个交流会 我认为经营电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关键 那第一个就是掌握消费者的轮廓 就Tier Persona 那另外就是要数据 是经营数位产业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轮廓跟数据是每一个电商 跟每一个业者都应该清楚掌握到的 联名就像是策略结盟跟整合 大家可以有两个方向去思考 那第一个是可能是维持旧的顾客 就是品牌 那我就去找说受众相当的这些IP 去做结合 然后让我的品牌力变更强 那另外一种是我这个品牌 想要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我是要触及新的受众 就你可以借由这个IP 它比较特别的这些TA 去跟它做结合 然后跟这些新的顾客来去做沟通 所以基本上掌握这两个步骤 以及这个IP它的特性 跟它喜欢的受众是谁 然后再去决定说产品的样式啊 或者是产线 那我认为是IP联名的关键 像我当初在选择用Shopline的时候 其实我也只是一个学生 那时候同时还在菜市场摆摊 那我认为说Shopline很贴心的 帮我们把很多细节 跟很多这些技术的东西都已经整合好了 很谢谢这个Shopline 给予我们这个环境 可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 也希望说可以在一个更多家互相学习 跟大家一起加油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当兵的时候 闲下时间整理出来的 记录着说我过去经营电商的心路历程 大家用得上的话也可以参考这本书 然后运用在自己的这个电商事业上面 其实这本书当时是我自想说 如果是当时的我在开始经营电商 会遇到哪些问题或是哪些很重要的事 是我疏漏的 我就很像在写给以前的自己 所以我认为说任何想要踏入电商领域 不知道从何开始或者是着手的话 都非常推荐 可以看这本电商从零到一这样 这本书现在在伯克莱网路 几乎通路都可以买得到 那另外就是实体书店啊 成品金石糖这些 也都可以购买得到 创业真的是很不容易 尤其是电商 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可是我认为只要有心 然后并且是具备热忱了解产业 不用觉得说好像 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才能出发 其实走出去的那一步才是关键 所以鼓励也这个 期免自己未来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那大家一起加油 只能一句啊 还是有点大 对啊